桃红 徐征夫妇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重灾区 第一时间捐献1500万人民币 用来购买医疗物资和医疗人员饮食起居等问题 粉丝们纷纷点赞 桃红1972年1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 原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全运会冠军 世界杯集体第五名 21岁就退役进入娱乐圈开始演戏 第一部戏就搭档江文 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句成名 童年考入中戏表演戏 27岁又因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 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徐征 31岁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不可谓不幸福呀 1999年他所主演的电影 美丽新世界获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童年在电视剧说好不分手中是演戮新兴 并获百花奖最受欢迎女配角 2000年电影《黑眼睛》在法国诺曼迪海滨城市 多维尔举行的第二届亚洲电影节上 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2001年主演电视剧《空镜子》 并在2002年和2003年 凭借该剧分别获第二十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 喜爱女演员奖和第二十三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女主角奖 2009年获第九届中国电视电影《百合奖》电视电影十年观众最喜爱的剧情味电视 电影《女演员奖》第二十七届《飞天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建国六十周年突出贡献奖 2007年在电视剧《春草》饰演《春草》 并获2009年东南影视《风云榜》最受欢迎女演员 北京影视盛典最受欢迎女演员 2014年陶红主演的电视剧《红色》于9月18日 在山东、北京、重庆、湖北四大卫视联合播出 近几年陶红的影视作品并不多 有时甚至几年都没有出来拍戏 感觉是淡出了影视圈 她觉得自己这些年享受更多的是 与家人和孩子在一起感到很幸福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可以点一下关注 下期更精彩